欢迎收看老炮丁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经典的奇幻丁 尼斯湖水管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 小男孩恩格斯和妈妈姐姐生活在一起 他的爸爸很早就上了战场 一家人每天都在祈祷着爸爸平安归来 恩格斯对大海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 既热爱又恐惧 一天他在水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石头 打开一看 发现石头里藏着一个奇怪的巨蛋 没多久蛋壳裂了 一个小怪物诞生了 恩格斯很喜欢小怪物 把他当成好朋友 秘密地饲养起来 两人间也经历起了一种特殊的羁绊 可好景不成 一个军队中用了恩格斯家的别处作为驻扎地 要是被他们发现 小怪物很可能就活不了了 因此恩格斯更加小心了 可小怪物生性顽皮 加上他的增长速度实在太快了 一顿饭的功夫体型就大了好几倍 没办法 恩格斯只好在不人的帮助下把小怪物放生到了湖里 往后的日子 恩格斯经常划着小船来到湖中心 和小怪物一起玩耍 现在的小怪物体型已经十分巨大了 他拖着恩格斯在湖里上下翻腾 在小怪物的围伴下 恩格斯真还恐惧成被治愈了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恩格斯和小怪物玩耍的画面被一名士兵看见了 第二天军队组织跑击演习 投胆的地点正好就是小怪物所栽的那片湖泊 恩格斯知道后 拼了命地阻止开炮 但由于人为严倾 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一个个炮弹在湖面炸响 让生活在湖底的小怪物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他的性格也因此变得暴力起来 当晚几个士兵乘着小船来到了湖面上 他们想着乘着白天炮弹的鱼尾 前来猎杀小怪物 但他们没想到 现在的小怪物已经长成恐龙般大小了 只是轻轻一撞 就掀翻了士兵们的床 当小怪物打算打开杀戒时 恩格斯赶来了 他着急慌忙地走入嘴中 劝说着小怪物不要杀人 可一不小心就溺水了 眼看着恩格斯运全一线 小怪物赶紧丢下士兵 将恩格斯揪了起来 由于士兵在湖上遭遇了不明攻击 长官认为这一定是敌军发起的偷袭 因此立刻组织军队展开爆火还击 危难中 恩格斯跳到了小怪物的身上 和他一起往大海的方向逃去 但军队早已在重要关口设置了铁丝网 为了小怪物的安全 恩格斯只能和他道别 让他能毫无顾忌地肿身一跃 冲过铁网 最终 小怪物脱离了危险 向更深的大海处游去 恩格斯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很多年后 恩格斯带着家人 再次来到了湖边 他想再见小怪物一次 可等了很久 湖面都没有动静 就在他以为再也见不到小怪物的时候 远处的大海上跃起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看起来是那么快乐 那么自由 小怪物看起恩格斯后 发出了一阵长笑 那声音似乎在说 别挂念 我很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小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要一个伙伴 陪着自己成长 就像小星和小白 大雄和多拉埃梦 他们有着义无反顾和信任 和炒不散的依赖 开心的时候 他们能毫无保留的仿生大笑 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 长大后 要想做到这样 实在太难了 因为大人的世界里 有是非和得失 而孩子的世界里 只有愿意和不愿意 我们向往美好 却在社会的一来一往中 渐渐地丢失了曾经的自己 以上就是这期老婆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吧 这期老婆电影 感谢观看